用心深呼吸与大地共生息 所有新闻朋友大家早安 我是谢家勋 欢迎您在星期六早上七点钟 在中广流行网FM103.3 跟我们一起用心深呼吸 好像现代手机是生活的一部分 不论我们打电话也好 传任何的讯息 甚至很多的人用它来拍照 然后甚至有很多人用它来记录事情 一本手一一只手机 好像就等于我们生活的全部 那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 你有这样的习惯用手机记录一切 你有发现 只要我们用手机记录一切的时候 实际上是为我们的人生留下的记录 但是只是这样子而已吗 你有没有更用心地 善用这样的一种科技的方法 然后真的成为自己人生的导演 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 为你邀请到的 就是用纪录片来记录 他身边的许多的事情 然后他过往的许多在 不论是制作电视或者是执行 或者是在规划策划 到现在他全新投入于一个 记录长片的一个工作 那今天到节目中来 跟我分享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里面 记录片到底教会了他什么事情 我们欢迎我们的 陈芝安导演 嘉勋姐好 不要叫我导演我会害羞 那应该叫你制作人 叫我直安就好了 我们是老朋友 我们认识超级久 哇 这样一讲的话 要赶快不能让人家知道 我们的动力一下 不过这中间真的很多的历练 包括从做计划啦 做这个制作 然后甚至直接 handle所有的节目 然后包括在很多部门的 应该是说经验的历练之后 最后你用选择做纪录片 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 但我觉得非常好 尤其是这一些所有的历练 都是非常重要的养分 真的 要不要谈一谈好不好 到底这么长时间 您在做这一个 跟这个影像有关的工作多久了 我在待一台待了18年吗 18年的青春 对 我待一台就是 把一个从刚毕业的 小女生一路锻炼到 对 就是我大概让 我同时最多的时候 我run过 同一时间run十个节目 在待一台 对 就是 对 十个节目 您就知道 我们认识有多久了 然后知道 他有多么的 这种被锻炼 没有 这真的是给我机会 给我锻炼 对 所以你会在 对 你要第一 你要有 你有构想 有概念 你要有创意 再你要带人 对 然后让 让节目 而且电视台讲究的是 一秒三十个 每天都要on 24小时节目 不能 不能持 持交 对 每天要如实的播 然后那么多的内容 对 所以我就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把我锻炼了一生的 不敢说本事 对 就锻炼了一生的 对 应变的能力 对 其实是非常好的 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到了枯兽 含咬十八年之后的成果 对不起 有没有等到那个 有没有等到那个 您期待的 对 我觉得是一次 我的意思 我们这么讲的话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长片 也可以说是 十八年来的一种 比如说 您在这里的锻炼的一个 可能给自己一个 最好的一个礼物 这真的是很棒的音乐 对 因为当然我在待 才待了十八年 后来我选择 就是离开 然后自己 重新开始 重新做一个新的蜕变 但是很棒的是 竟然还可以有机会再回来 这像是自己的老东家 自己的娘家 自己成长的地方 然后能够再回来 用实际的这样子的故事 其实是很频繁的故事 然后希望能够有一个 好像比较新的诠释 对 首先我这个机会 就非常开心 然后做完以后 又觉得哇 很棒 对 就是我可以重新再 重新看待 一个我这么熟悉的地方 然后找到一个新的看法 这样子 哇 真的是太棒了 意思好像有点像 我们让我们自己的视野 又更加的开阔 或者另外替我们自己 开了一个观看 原来事情的一个角度 可能可能也可以 对 因为以前你会觉得很熟悉 或者是就是觉得说 大概就是这样 但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一个 危险的陷阱 对 就你以为就是理所当然 是 你以为就是这样 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看得不够深 对 那我觉得可能也是年纪有长大 出去再锻炼锻炼 回来再重新看 那些你觉得很习以为常的事情 反而发觉 觉得它是非常非常珍贵 那透过这个纪录片的眼睛 把这一份珍贵 把它翻找出来 对 好 那第一个要请这个 珍安跟我们分享 就是因为 至于这一个纪录长片交会 或者是在这边的很多的一种 您的心得 我可能在待会儿 再请珍安来跟我们分享 但在之前 好吧 这18年来的锻炼 好不好 可能有哪些 他是支持到了 您此刻可以这么样的感受 或什么 就是还是希望 把你自己个人的故事 让更多的听众朋友能理解 因为这样子 他待会儿来听到您 说明这个长片的时候 可能更可以感受到 因为我知道您这个是一个 您期待每一个人都能够 有一双纪录片的眼睛 因为那就是一个方法 一个看的方法 那我相信是前面的很多的锻炼 然后累积的 可以有这样一种看的方法 好 那我先说一下 因为我自己真正开始 纪录片大概是这十年 那这十年其实跨到了 我离开大一台后的六年 以及再离开大一台的后期 大概有四年的时间 这十年 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不同的锻炼这样子 对 然后我想说 意思是在那之前 就是说一般的传播 或者一般的电视台的一些 如常的执行工作吧 各个部门 但是不一样的是 从过去十年开始 对对对 因为过去在电视台 资源有限的状态底下 你在意的事情是 第一你要在有限的资源里面 然后做到 完成 完成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不太一样 然后当 当我们可以 用比较长的时间垮度 对来针对一个题目 来做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的确不太一样 那到了后来 像在这十年 我大概拍了三四部的纪录片 这样子 其实每一部 大概都花了一年半 到两年的时间 我可以先插话问个问题 因为过往 因为我自己也是电视工作者 我常常在看那些纪录片的时候 我第一个会问我自己说 我那个时候一直对自己的一个评估 是我可能没有办法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耐心 你觉得这是一个必要的 这个说得特别好 对像我说 我们那时候拍安宁病房 我曾经拍安宁病房 纪录片叫余生 那部片只有得到 金碎奖的最佳纪录片 我们光在安宁病房 其实我们前前后后待了快半年 对但不是说我半年都在那 就时间垮度是半年 因为时间垮度是 纪录片非常重要的容器 就是你要有时间 你才能够等得到它的变化 然后第一个就是 刚刚佳琳姐说到那个耐心 我们拍的时候 我们用了什么方法拍你知道吗 对大部分人都想说 有事再去拍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样 我每天早上八九点去那里 不可能 对我带着机器 跟导演带着机器去那里上班 我跟护理长一样 我们七八点八九点 我就坐在那 有事就拍 没事就坐在那里 看别人也让人家看 对因为你要让人家熟悉 安宁病房 一个那么靠近死亡的地方 对那个气氛其实是很凝重的 对人家干嘛给你拍 所以你要去让人家熟悉 你也去熟悉那里的人事物 对你要用时间去换 对用时间跟他换 彼此的了解信任 跟彼此的这种情感的交流 我觉得他真的都需要时间 还蛮重要 没有办法一触可及 没办法没办法 对所以就说 这个耐性的确还蛮重要 就是没事你也得待在那 然后你就会等到 那种那个 等到那个钻石跑出来 就会让你等到 真的哦 只要你hold得住有耐心 对就等得到 所以我觉得 您讲得很好啊 第一个要件 要有耐心拍纪录片 没办法速成 真的哦 真的真的真的 就是没办法 对啊 然后呢 在这十年的锻炼里面 那我在讲 对我觉得 前两天我才去 那个高雄的读书会就分享 我说其实大家都以为说 应该说这十年来 纪录片其实教会我非常多的事情 但是这个这样 我讲了三个 对第一个 纪录片教会我 就是真的是认识 很真实而赤裸的人生 对像我刚提到 我拍安宁病房 或是我拍这部 纪录片如常这样子 对有时候我觉得 大部分的人 我们都会活在自己的 一个小宇宙里面 小世界或小家庭 对我们可能会觉得 那就是人生的全部 对但是我觉得像此季 像人开创了这个法门 这个菩萨道 他不就带着我们 见证了全世界 无论是苦难 或者是对 对那我觉得 这就是拍纪录片 意思就是你把你的眼睛 把你的视野打开来了 对你不再用着 半遮了 我说半忙的方式 来看待这个世界 对你以为不知道 可是它一直在发生 对所以我觉得拍纪录片 就是就是强迫我 对去看很多过去 你也许不需要去接触 不用去接触 但你因为要拍纪录片的关系 对你得去很真实的面对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我去拍安宁病房 以前我怎么可能去这个地方 对我在那里 真的是目送一个又一个的人 走向太平间 走向走向生命的终点 但你以为很恐怖 不不不 它带给你的那种启发 真的是哇密度非常高 然后像我也去拍过 台商的纪录片 对我跟着一群台商 到中国去闯荡 哇我看到他们的那种焦虑啊 那个焦虑入 就是也 那个焦虑也倒在我的身上 这样我跟他们一起去感受 那个什么叫做竞争 什么叫做分秒的 不空过为了一个 他觉得他要 他要他要那个 他要挣钱 或是他要出人头地这样子 对那这些都真实在发生着 然后我 另外我提到就是 我觉得纪录片 有一件事情很棒的是 他教会我怎么看人 对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看人 我们都看 看他的表面 这个人长得好看 对这个人 对这个浓眉大眼 或这个人很帅 然后我们都会从表面 或者这个人怎么 好像脾气不太好 我们会从表面来看这个人 但是你知道拍纪录片 就完全不行这样子 对你要拍纪录片 你要把一个人拍的立体 你得要从很多的面向去观察他 所以我就描写说 像我去拍那个台商 你知道我光拍一个 一个企业家 我要拍他什么 我要拍他去创业比赛 我要拍他在捷运上打瞌睡 对我要拍他去那个 吃地摊这样子 对我要拍他去 被按摩的时候 那个痛苦的表情 我在这么多 无数十几二十个场次里面 去刻画一个人 我用这么多面向来看他的时候 我才能够看到他 非常真实的面貌 然后那个真实的面貌里面 就呈现着各种他的想望 他的两难 他的挫折 他背后一大堆的潜台词 等到你就再 你就回头再发现说 如果你只用一个表面来看人 你经常其实会误判 对这是 对这是我觉得 哇这个是拍 因为你知道你拍纪录片 你就不能他说什么 你就你就录什么 你不能只这样看 他不太像是我们一般的访谈节目 你是等于是他测身的一个 应该是24小时 我讲24小时有点夸张 但有时候真的是这样的一个 讲监视器有点夸张 但的确上是差不多 对 那尤其你刚刚在讲说 包括台阳这时候 我忽然发现 他当然是更真实 为什么 因为纪录片里面 你刚刚的描述 我都可以感受到 您可以将我们看不到的情绪表达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纪录片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因为通常我过去都常说 都跟人家讲电视会骗人 别人都不相信 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在跟很多人分享的时候 就说其实真的电视会骗人 我说因为电视第一个 我自己是电视工作者我知道吗 我一定是剪裁了 我们以摄影来讲 我一定是一个构图 然后包括我们在镜头面前所 都是已经编转过 我的意思是说 它是整理过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 我马上当下 让很多的家人可以理解 就是说因为电视 你可以看到画面 你可以听到声音 但是你不在那里 你没有办法感受到两个东西 人的接收讯息的很多 你感不知道那种温度 你看到我穿着衣服 然后很冷 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些台风 暴导灾难 我们看着电视 我们还是觉得 没有什么感觉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那么冷 没有那么热 没有那么渴 没有那么饿 你知道 然后还有一个 嗅觉 我觉得嗅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让我们去感知真实状况 可是完全都拿掉了 拿掉之后 我觉得根本就是骗人的 你理解的吗 因为我跟你讲说 这边的环境真的有多糟 或这边环境有多好 有多香 因为闻不到 所以也没有办法感受 对 嘉宁姐说的非常棒 我还是举那个安宁病房的例子 我们那时候拍一个病人 他的下巴肿了一个瘤 大概这么大 对 然后我们拍的时候 你是看到那样子 对 但是你知道那味道有多浓郁 对 他如果像那个病人 他每次进电梯的时候 所有人都会跑出来 对 但是你知道我想在那个故事里面 我也不只是要告诉你说 那个瘤很大 或是那个味道很浓 我更想说是那个病人非常神奇 对 他看到我们总是笑嘻嘻 他背了一个这么大的瘤在身上 然后他竟然可以无惧别人的眼光 他是把自己整理到多么的强大 他可以去面对别人异样的眼光 同时他还可以笑嘻嘻的看着你 跟你打招呼 我觉得超级神奇 我在他临终的那一段 在安宁病房遇到他 他每次我们去看他 他都在听台语歌 然后超级开心 然后他跟护理长两个人 对 非常熟 互打招或互开玩笑 还有一个 你看我们都那么在意外貌啊 我们在对 他长一颗瘤 他的心态是这样 哇 这真是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纪录片除了 我刚刚说把人物看立体外 我要把人看深 对 就是我看到 我读到他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珍贵 那我觉得纪录片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要把这些背后的 我说的潜台词 亦或是他的非常 其实值得被 被 被 被歌勇的精神 我们要把它找出来 而且找出来是要 让观众很自然的自己去感觉到 而不是你告诉他 那我就在 不是用Oesco告诉他说 你现在要感受他内心的强大 不是不是 那就不好了 对对对 观众就马上会知道说 哦你在 你在想要告诉我什么 而是要透过 比如很长时间记录 然后对 透过你很细微的观察 对 透过那些对话 那些场次 对 然后你真正的能够读到 这个人的背后 我觉得那就是 对 如果能够达到这个 就是纪录片工作者 其实最开心的事情 可以很快看到 然后第三个呢 你说三个很重要的 对三个很重要 不过好像时间快到 第三个很重要 是我觉得纪录片锻炼我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你要有能力要提出自己的看法 对 就是说好比说我们 对我们来词记 很棒啊 上人给我们很多法语 很多智慧 我们要把它好好的牢记在心中 但是我觉得我们 更重要的是 我们不是只是拷贝 上人的这些概念 而是把这些概念 我们落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同时最后 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生活经验里面 去琢磨 最后提出一个自己的观点 提出你自己的观点 和看法的时候其实比较容易说服别人 对如果你只是重复上人说的 说什么对就是 用心就是专业 或是说什么 很多的禁私语或者是法语 对对 你拿出来用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人家不见得会很臣服 但如果人家从你的 自己的亲身经历里面的体会 来感受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会更有说服力 那纪录片在做全部都是这样的事情 就你有能力在同样的事件里面 提出不一样的观点 那这个其实可以举很多例子了 对也许可以 对接下来再谈 所以我就讲说 基督评教会有三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 把你的视野打开来 对去面对很真实 很真实的世界这样子 别半忙过日子 对再来是 我们看人呢 记得要把人 立体的去看他 对因为如果你单向的看人 你非常容易可能会误判 而且对会 会丧失了很多宝贵的认识这个人的机会 而且我觉得 你把人看立体的时候 其实你也会减少烦恼 是 心胸也会比较开口 是因为 对啊 你不会单向的去判断它 对你圆融的去看待它 你就更具同理心了 这个都是纪录片教会我的事情 再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你要有自己的看法 有自己的观点 这件事情有点难 这件事情要一直练习 一直练习 对但我觉得 其实这都是很有意思 那这都是纪录片 强迫我必须要学会的事情 哇太棒了 然后我想在待会儿 进一段广告之后呢 我们再请志安来跟我们分享 包括他讲的 这个如何最难锻炼的提出自己的看法 大家早安 我是王夏军 推荐你收听用心深呼吸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F103.3 用心深呼吸节目 节目为您要请到的是一位资深的电视工作的制作人 那目前他是一个纪录片的导演 志安 志安刚刚有来跟我们分享到 就是过去十年 因为做这种纪录长片的关系 给他很多的锻炼 然后有三个部分的一种学习 然后最后讲到一个 他也特别提到这是可能最难的 我觉得是因为对于对应到我们东方的一个教育机制 还有中国人的一个特质比较难 就是我们很难去提出我们自己的一个看法 对 我觉得这真的是有点难 就是说也许老师说什么 我们听什么 这样子 我先讲一下说 我刚刚提到说 把人物看立体这件事情 其实把人物看立体 跟提出自己的看法 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都是一模一样 你对人 你有一种新的诠释 有个新的角度 我就讲一个小故事好了 我之前拍过一个书店的老板 独立书店的老板 这种老板应该很厉害吧 对 好 我当时拍 很有看法 很有自己的那种想法 没有错 我拍了一个独立书店老板 他的书店开在嘉义 他同时也是那种社运工作者 有没有更厉害了 独立书店老板又搞社运 他还去抢救老屋 你有没有觉得他越来越厉害 他还推动有机农业 越做越广 然后他在嘉义那种地方 我们就说嘉义比较 好像是比较文化沙漠的地方 他办这种文艺讲座 一半办了十年 大概几千场 然后听说连侯孝贤都去过 而且他那个讲座不给钱的 竟然有那么多人去捧场 这样的一个人物 是不是应该很精彩 对 就是 而且媒体对他报道 无敌多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我也 当时我也决定说 我要拍这个人物当我的题材 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想办法 跟人家拍的不一样 对 可能是 这个性格里有一些那个叛逆的关系 我想说 哇真的我看到超多媒体报道他 当然要拍不一样 不然你干嘛还拍 你跟uncle说那么多媒体拍了 对不对 本来就应该如此 对没有错 我看到哇 媒体千篇一律的都报道 像我刚刚说 那个多重身份 以及觉得这个年轻人非常特别 这样子 当时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改变策略 这样子 我一定要找到 不一样观看他的方法 所以刚刚嘉义就讲说 拍片要有耐性嘛 对不对 再来第二个 拍片要有点像苍蝇一样 苍蝇是不是 苍蝇就是 看到甜的好吃的东西 你会黏着它 不想走嘛 对 我跟你讲 哎呦 我们拍记录片 就跟苍蝇也是没有两样 一旦你锁定的主角 你就得像苍蝇一样黏着它 这形容会不太好吗 我不希望大家也很表面的来理解这段话 像苍蝇一样 希望听众朋友 能够用我们那个刚刚志安所说的 用一用更用心的去 不要只是理解这一个 谎语的表象 直白的说就是这样 我们要有苍蝇的精神 对不起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跟着不放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好 就是我觉得我在拍片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是用百分之百的关注力 在关注我的受访者 对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态度 对 所以我是 就是我在跟他相处的时候 我是百分之百在观察他 我观察他讲什么话 他什么动作 我可以加个小注解 这个百分之百的意思 其实就是用心了 您理解吗 我们常常都算说 哎呀我要多用心啊 或者是 或者包括我们讲倾听 那到底应该怎么做 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应该要有的态度 就是百分之百 我愿意 focus 就是说投注于对方 对 对吧 这件事情 这是必要的 这是必要的 对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好像也要讲点自己的事情 我从来不这么做 对 就是说我真的是百分之百的 对 在那样的时间里面 我看着他的每一个细节这样 所以我就说 刚刚那个独立书店的老板 你知道我 我观察到了好多很有趣的事情 对 就是人家都只在他书店拍一拍 访问他 然后讲他这些 歌功颂德伟大的事情 我就去了他房间这样子 他的书房 哇塞 你知道他的书房 乱到爆炸 我就发现这个人 请问你进去需要拨开一条道路吗 我曾经 我曾经拜访过一位文艺 也是文艺人 结果到他家去的时候 没有地方可以坐下来 还必须拨开丛林 对 差不多就是这样 对 就是哇 那个书桌乱到找东西 可能要翻十分钟才找到 你就发觉 这个人他虽然很有理想 可是他生活失序 生活失序 对 这很棒啊 对 但是 对 后来 有没有什么 因为我马上想到生活失序 跟充满理想 这不充途啊 可是他可以完成 这些所有的理想 而且你觉得 你这样去看人 你会觉得更有意思 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人 人都是 很多面向的组成 你有很棒的部分 你一定有缺憾的部分 对 当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东西 呈现出来 你会觉得这个人 就是真的很立体 你知道吗 而不是只是一个 好像被包装过 刚刚嘉莉姐说 他被包装过的人 他也愿意 对 他愿意 愿意很真诚的 真的我觉得我的受访者 不知道为什么都对我特别的诚实 我是觉得 他愿意的话 他搞不好很高兴 说终于有人愿意 来理解他 对 真的理解我 我就是 我确实只是 还是有很多缺点的人 没错没错 不然压力也会蛮大的 对 然后这个人不止这个房间一团乱 这样子 还有什么一团乱 不得了 对 然后再来就是 他的书店 因为他经营得很辛苦 所以他其实没有钱请员工 所以他常常 我看到他当时有十张A4的纸 上面都写着 我去吃饭 三点回来 我去大学上课 六点开门 他写满了各种字条 贴在他的门上这样子 然后所以其实你会知道他 他其实很想做一些事情 可是他很困难 他很不容易 你就从这些事情 你会读到背后 那个字条 好像只是讯息 透露的讯息 可是讯息的背后 你知道他很辛苦 所以他生活一团乱 然后更棒的还是 我遇到他的父母 我遇到他的父母 那天骑着一台 野狼125那样子的机车来 然后他的父母穿的一身 就是农民的打扮 对 就是我们台湾农民的打扮 他妈妈那天穿的 不是农服装 他是一套粉红色 超级夸张的那种套装 但是就是我说的 就是土的非常的可爱 那时候我看到他父母那个样子 我就想说 哇 太棒了 一个文艺青年 对 他的父母亲 其实就是来自台湾的农村 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楚 他儿子在干什么 所以当我想要刻画这个人的时候 我看到他旁边有这样的人物 我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我马上问他 你知不知道你儿子在做什么 哇 知道 我不知道在农山枉 我不知道他在农山 然后我就说 哦 我这样 然后我就一直问他 一直套他话 他后来跟我说 哎哟 你知道吗 我刚才来帮你洗一汤衣了 他妈妈大老远 不知道从哪里 跟他爸爸骑着摩托车 来帮他洗了一桶衣服 后来我又继续追问 我说他在农山枉 他在农山枉 他在农山枉 你有跟你借什么 有啊 当然要不要给他提起 对 你就说 对 我就说你看一个人 对 你会知道说 哇 你就从这点点滴滴里面再去看 对 然后最后 最后一天我拍到一件事情 我自己非常感动 就是他不是都会扮奖座吗 对 然后那天有一个人来听奖座完 他就捐给他两千块这样 自动自发的来捐钱 好 你看我们在回顾这个人物 我们从一路好像应该是 对 就是多重身份 然后有理想的文情奋情 到刚刚我那样的叙述 你会发现这个人 对 非常多的角度 你可以去观察 可以去理解 可以去刻画他这样 然后当你这样看他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他分外有意思 而且你会觉得 哇 你真的是看懂了这个人这样子 应该是说有人味了 嗯 真的对 就是说假如用您的那些角度 在进来的时候 才会发现这位有为的青年 真的是人 他还说的真的好 对 他是个人 他不是一个被媒体包装过 一个我们好像我们决定要这样呈现 他不不不 他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人生 他有他的难题 对 他的两难 但是他在这么多的困难底下 他依然坚持 那这样的坚持 你就会觉得更 更值得人家敬佩 而且应该是更珍贵了 在可以看出他的不平凡 他不是有表象的那种 他做了什么事 而是借由这种长时间的点滴 还有您最真实的描述 让我们感受他 真正不平凡是在这里 对 太棒了 我想待会儿我们进到广告之后呢 要再请詹安来跟我们分享 好不好 因为尤其借由这样的一个访谈 真的很希望你把您的一些经验 然后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真正的 就像你讲不要当半盲的 可是真的 真的能够成为自己生命的导演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我是谢家勋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用心深呼吸 用心深呼吸与大地共生息 您现在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FM103.3 每周六的早上七点钟 为您进行的用心深呼吸 哇 今天呢 我们的现场来到的是 我们的治安导演 那他过去有十年以上的 应该是说 记录长片的这种经验 今天在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 纪录片教会他的哪些事情 我觉得真的是 越听越有滋味 所以接下来赶紧 请这个 知安可别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在 尤其我们做一个 拿着摄影师 然后又是做记录 有点像是侵入了人家的生活 甚至是隐私 因为他不太像说我们在录制节目 你到摄影棚来 大家都知道我是在一个公众的 或者是我是准备暴露在公众面前的 那拿着一个摄影机 然后我觉得第一个 别人愿意 就像你刚刚说的 他很真诚的 愿意把很真实的状况 让我能够记录下来 或让我了解 或让我来报道叙述 我觉得第一步 应该要别人愿意接纳你 然后甚至愿意信任你 不然你怎么可能有这些 珍贵的画面跟讯息 张姐这个说的是特别好 对有时候我们都会说 有媒体是不是在消费 这样子 会有这么一说 但我觉得记录片这个载体特别好 这个文体特别好 因为你得跟他相处很漫长的时间 对 因为我们不是发一分半的新闻吗 对呀 假如这样子要消费的话 我觉得也这个 好像投资跟这个收 这个有没有 这叫什么 收支也有点 KPI不太对 对那我觉得拍记录片真的很好 因为你当一旦你选定了主角 你得跟他相处很长的时间 其实到后来 那真的是一种互相陪伴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拍记录片 你爹你 你要跟他成为朋友 然后其实那是一种 互相陪伴的过程 我都已经在想象的画面 譬如说今天已经是最后一次的 因为您有您的工作进度 那说的安排这已经是 可能最后一次 那你就必须回来专注于 就是剪辑啦 或者是这样子的时候 那意味着未来 可能大家没有这么长的时间 心情应该非常的 对但其实很有趣 我跟我的受访者 非常高比例保持联系 对啊像我那时候 在大陆拍了几个小孩 高中生 他们高三的时候要高考嘛 然后我在柜州拍他们 你知道我跟他们09年拍 现在19年 10年咯 我们还有联络 然后他从一个高中生 他现在已经大学毕业 已结了婚 生了孩子 他那一天就推一个娃娃车 传一个照片给我看 我看了好高兴哦 对就是 对就是你知道 因为你相处那么长时间 你之后就会跟他变成非常好的朋友 因为你曾经参与过 他生命一段很重要的过程 而且是用很深刻的方法去参与 不是泛泛之交啊 所以我常在想 叫我们机会能够参与 别人的人生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应该真的要 要 就是说 互相蛮珍惜的 对对 而且必须带了一个非常真诚的心 因为那不是只是一个 他完全不是个工作 我觉得啦 不是 你应该有历史 如果只把他当工作 他完全不是一个 那就太没意思了 对对对 对我要说一个 我还是我要说一个 还是我在安宁病房的故事 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 对就是那时候在安宁病房拍 你根本不知道你的主角是谁 对有时候你会选定主角再去拍 那去安宁病房我怎么选啊 对我没有办法选主角 但但我姻缘机会 我碰到一位阿嬷大概70来岁 她也是埃正末期这样子 刚开始我没有特别觉得 她有可能成为我的主角 对我只是觉得这个阿嬷 那常常笑脸迎人 对我想说 她不是已经生病到了末期 她为什么还这样 所以我就有时候会跟她打招呼 然后有一天早上我去找她 因为你说拍安宁病房 对基督片工作者来说 其实压力很大 对我刚去的时候 我就说我每次去的时候 我讲话都超级小声 我都好怕打扰了人家的情绪 然后就像刚刚嘉峻姐讲 我们带着一个摄影机 其实非常有攻击性 对 有侵略性 对它是非常侵入的概念 对所以我们其实在那里都捏手捏脚的 对很不敢 对觉得好像 好像做错事情一样 对但是我每次在拍这个 我刚刚说的这个阿嬷 她叫宝粉阿嬷 对她都很奇怪 用一种眼神来接纳我 对她说 她没有说什么 她只是用眼神来接纳我 这样有一天早上我看到她 我就她就笑嘻嘻的 这样我就说 阿嬷你今天心情不错哦 她回答我什么你知道吗 我今天心情真好 对其实这件事情我常常讲 对然后我觉得她对我后来影响真的很大 对你知道我们不常心情不好吗 我个人 很多人都觉得她 对 她甚至 对啊 那个最近那个忧郁症的患者越来越多 对对对 年龄越来越小 没错 对大家总是觉得不如意嘛 对就人生大部分事情不如意 但为什么一个癌症莫及的人 跟我说她今天心情很好 对她整天躺在床上哎 她到底为什么今天心情很好 你不明白 对我开始对她越来越好奇 后来我知道她要捐大体老师这样子 然后就是有一个机会 我拍到她的家人来跟她道别 就是其实那也有点像是我们的安排 刚刚嘉宾也问说 哎你怎么取得人家的亲人 因为你后来你会认识她的女儿 认识她的女婿 认识她的外郎 接下来你会认识她一大堆一大堆的人 然后我就开始跟他们讨论说 哎我们有没有可能安排一个机会 把所有家人来请来 因为我看阿嬷状况其实不太好 对然后我就说我们把家人请来 我们来跟阿嬷 好像做一点点那种一点点道别 然后我觉得我们想把这段记录起来 哇他们家人都好帮忙哦 他们都很愿意配合 其实你知道人有时候到了最后那一段 其实家人心情也不太好 一定不好啦 对 一定不好的 所以你说有人在那里拍 还做这种要求 要是正常的话 我应该会被赶出去吧 对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家人 他们真的就是这样接纳着我们 这是老天爷的安排你知道吗 对然后我就拍到他的家人 一个一个来跟他道别 对然后这样子 然后有一段我觉得好酷哦 是 其实是照顾他的外郎 他才照顾他一年多 可是他跟阿嬷感情非常好 他就跟阿嬷说 阿嬷我爱你 然后就哽咽了 然后其实阿嬷 本来都很昏迷昏迷的状态 他其实一直都半昏迷半醒这样 他听到他哭 他竟然醒来 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也是把我吓坏了 对他说 不要哭 这 他怎么 对就是你 你说这三个字 表面上说不要哭 那背后有多么深的 他对生命的看法 我今天要走到人生的终点 你不需要哭 死亡不是一件什么悲伤的事情 不 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 这些话他都没讲 他就说那句就够了 他才小学毕业 对他有这种能力 这样来看待死亡 我觉得我超级敬佩他 对我超级佩服他 然后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要捐大体 然后你知道我在他生前 我跟他商量 我说护理长说他职业二十年 他从来没有一个家属 或一个病人愿意拍 他们怎么处理大体 处理大体 可是护理长觉得 他们在处理大体这件事情上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做得非常细致 他很希望能够拍下来 可是没有人统一 阿嬷在生前 答应了我这件事情 因为他知道他让我 他也许没有想太多 但他知道他的故事 他让我拍的这件事情 应该有可能会带给别人 很大的影响 很多的启发 所以他答应我在他往生以后 进去拍摄他大体的状况 对我觉得哇 这真的是 我不知道哪来的气度 哪来的那样的雄精 对所以在他往生的那一刻 然后那时候我们不在医院 护理长大体有跟我们说 你们半小时之内要赶到 对我跟导演拿了机器 半小时之内冲过去这样 把那个最后处理大体的过程 一点点滴滴的拍下来 对我就说这部纪录片之所以能完成 是他 是阿嬷的成全 是这位阿嬷的成全 宝粉阿嬷的成全 对他完全的 我觉得他就是明了的生命的真谛 然后他用他 他就是活出一个姿态 他讲不出什么大道理 他的学历他还不是字 对他不用知道学会太多 他就是能够活出一样的生命的态度 来教育我们怎么面对死亡 面对死亡的同时是 好好珍惜你现在活着的每一天 他没说什么 他把这件事说完 他用他的微笑 我心间真好 不用哭 不要哭 不要哭 可能就是就像刚刚 可能直安讲的 让我们珍惜 每一天能够活着的时光 然后让我们知道 怎么面临这个宇宙的真理 然后用一个更宽阔的心胸 我很喜欢你讲 这是他的姿态 或者说他希望他最后留下的身影 是能够让我们看到那样的温暖 那个温度 就是人活着的温度 跟人跟人之间生命的温度 那你刚刚说他怎么那么大 我的气度我觉得是相对的是 应该是您在跟他们 包括阿嬷也好 或者是包括他周边的这些家属 或者是朋友亲人 互动的过程之中 别人感受到您的真诚那种 那所以我都是这样 真心才能换真心 您了解吗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应该是这样子的 但这个是我的 对我来说这是基本要求 有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说 我们好像是 要没有企图才是好的 我现在要可能说明 可能志安也可以来帮我来做点补充 就是说其实我们只要是真的是真诚 而且做这件事情 他的出发 我觉得出发点是为了可能一个更 为了我们讲是对于别人更好 或者是利他而利他的 或者是说希望未来能变得更好的时候 其实我们为什么不把 我们是真的是有 应该怎么讲 有我们的那种 企图 就是说希望做点 就像你讲 我们希望能拍这个 可是别人又说你看嘛 你就为了你的这个 对不对 你理解吗 而会去就是说觉得 甚至有很多人在 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真的就是 我们一般人就是 我为了希望我的片子 更怎么怎么样等等等等 可假如当我们不是的时候 我觉得就更应该要去 让他那种真挚情感的流动 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很期待 做的事情让别人可以理解了 我觉得回来还是那个 那个真诚 还有这件事情的目标 这继续讲可以吗 好 对我觉得就是很简单的回应 姜云姐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的出发点真的很重要 对我今天到底是 打算来揭露什么事情 OK 对 还是我知道我很清楚的 这样子一个故事 对他接他有机会 去触动别人 对那那就 我觉得就是这个 就是你到底抱着什么心态来吗 对啊 这不然 对同样一个场域 你也可以来来揭露 看看那个护士哪里不专业啊 医生哪里 那个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这样 看待一个场域啊 对就是一个场域 一个人有很多面相 一个场域里面 也有很多不一样的角度 可以去剖析它 对但是当这个场域里面 其实他最棒的就是 可以告诉你生命的高度的时候 我们干嘛不用尽心力 往这个方向去探究去观察呢 对当你用尽心力去探究去观察 最后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那这个心念其实是很单纯的 就是我没有带着什么目的而来 对而是我知道这件事情 其实人人都会迷惘啊 然后人人都想找答案啊 然后我们身为一个媒体 我有没有办法用我的专业 然后一定要有专业啊 对然后同时用 那企图性还是很重要啊 我们不能凡事无所争 那最后结果交不出来 那就啥事也没成 对啊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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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见地 要有很旺盛的企图性 你要有很很很专业的角度 你要有很多的方法 最后把这件事情完成 同时你跟这些所有拍摄人 其实像好员 这里面我没消费任何人 而且我觉得应该是说 常说隐善 我们都喜欢隐善养恶 其实不对 应该是隐恶养善 那现在整个媒体 多半都是真的 它一路的发展 那让我们 其实让我们的心 就会觉得 我们所处的事件 是这么样的 可能不美好 但是我觉得它绝对不是 就像你刚刚的描述的时候 我想到有人会说 对啊 老是要做那个粉丝台评 但是真的不是 我常常觉得 尤其像你刚刚的 跟我们分享的过程里头 美好它是真 当它是真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任何人 或者我们所处的事件 它真的是美好的 完全是就像一样 一件事情同时发生 我要用什么角度 就是啊 那我们真的鼓励更多人 愿意用更良善 美好的角度来看事情 而且它就是存在在那里 我们不要避而不看 太好了 待会儿再请詹安来 跟我们区分 到底您的学习 可以跟我们分享些什么 好 欢迎您回到FM103.3 中广流行网 用心深呼吸节目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是 这本书 《一双纪录片的眼睛》的作者 陈芝安导演 导演刚刚跟我们谈了很多 就是这十多年来 他做这种比较长的纪录片的一些学习 所以到底学到了些什么 我们刚刚听的真的是津津有味 那所有的您的一些心得 在这本书里面都有很多的一些描述 包括纪录片导演给您的六堂必修的课 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里面的一些可以看到那个治安的用心 其实你的注视让平凡有了深度 让日常成了非常 让我想到你刚刚有讲 就是我们很多东西都只看表象的时候 就习以为常 但其实那个平常里面 真的透露了很多的不平凡 那真的要有方法去看 然后我想包括因着这本书的产生是 因为您刚刚完成了一部 也是长的纪录片叫如常 就是也回应到了平常 不平常还是要如常 我们聊聊您的这一支纪录片 谈一下就是如常这部纪录片 它其实描述了的确是刺激人的故事 那当时会要拍这部纪录片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因缘 对就是在我们近视近视 有一位师傅他感觉到 我们二三年级 我们现在说 比如我们是五六年级 对我们是五六年级 对对对 就二三年级那一代的资深的委员 其实逐渐在凋零这样子 他觉得没有记录非常可惜 所以他说要拍老委员 你知道我在大一台待了那么长时间 我听到这三个字 其实我是非常害怕的 对就觉得重复做了很多 好没关系 再来讲了第二个方向 说要做仿视志工 对听到这个我也非常害怕 因为这也是做了 就是你会觉得 太多新闻播了已经 对我就已经觉得 好多年了应该这么讲 这不是老掉牙的题材吗 对但我想说 不行不行 我已经离开这么久 我如果要再做这样的 我一定要有一些新的想法 后来我就觉得很简单 其实老委员是一个 他的名称 就是他做了很久的资深委员 仿视之工是他一个身份 这都只是背景 这都只是背景而已 所以后来我在拍这部纪录片的时候 我们选择了去台东 我觉得特别好 没有因为其实仿视这些事情 我们实际是在全世界都在做 对但我们选择台东 是因为第一 台湾是实际的发源地 然后再来台东是全台湾最 平均所得最低资源最匮乏的一个地方 对我觉得很好 在这里更容易看到反差 对而且那里的天辽地阔 这是蒋军老师说的 那里的风景 对它就能够带给你很多 在视觉上和体验上的启示 对因为那里的风光其实真的是非常棒 所以后来我们就选择去台东 然后当然你知道做纪录片很重要 就是要做田野调查 因为你光选人物你要选谁 那仿视之工随便可能有上百位 对所以我们先从他们提供的名单里面 对我们大概拜访了二十位吧 就一个一个一个拜访 所以我们选出了我们三位我们的主角 然后开始进行拍摄这样子 对然后我当时就定了一个调 因为我们刚说老委员和仿视 这都叫做身份 这不是重点我当时就觉得说 我一定要拍很平常的人 对有时候我们都会想说我们找主角 我们要找那种很有反差的那种人这样子 对但是我有没有办法在那种寻常百姓 对就是在那种平凡到你在街上 你可能不会想要多看他一眼的人 都能够找到他独特之处 当时这是我给我自己的一个考验 我觉得我要试着这样做 然后再来我当时定了第二个调子 就是说我一定要把慈激人 就是慈激人 因为我觉得一般社会上 大家给慈激人 其实有一个太高的标准 好像慈激人就不能犯半点错这样子 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说 我希望让人家知道 慈激人是人不是神 什么叫是人不是神 意思就是说慈激人 跟所有一般人一样 他会生病的 他也会有烦恼 他会有挫折 对他也会碰到困难 他也有习气啊 我们每个人基本上是都一样 我们只是来慈激 我们开始要一起来修行 一起来学习 所以他是人不是神 所以我要把他是人的那个部分 我也要呈现出来这样子 对当时我就想说 对我要 对我要 我要这样来拍他们这样子 对所以 其实你看到我们拍的场次 都超级平凡 对真的是超级平凡 像里面我们拍到一个老人家 对叫余辉雄师兄这样子 我们开始拍他的时候 其实我不知道 对我刚开始拍他的时候 他跟他太太都两个都七十几岁 都做实际做超过三十年 我当时拍他 我选他们是我觉得 哇老人家讲话好幽默 对因为你知道他们两个老人家 他们在家里是会比赛收功德款 看谁收的多 对会员谁的多 他们最高的时候 他们的会员数一千人 哇教育姐您自己有在收功德款吧 对啊 他收一千户 他收一千户 然后两个还在那里为善竞争 你知道吗 对当时我选他们 我就觉得哇很棒 对就是说你知道 有时候我很怕 慈禧人讲样板的语言 你一讲样板语言 我就会害怕这样子 是因为这就表示 你讲样板的语言 就代表你没有自己的看法 对对对 那有时候没有对错 只是拍几乎片 我没有办法 就是只听样板的语言 然后我发现这对老人家 非常有意思这样子 因为他们的权势 极度的生活 他们把上人的法 变成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 这样子 然后我一闪竞争 对但是我拍一拍 我才知道我的主角 得了癌症这样子 所以我拍到他 其实从生病到他往生的 这一年半的过程 对这样 我把他记录下来这样子 对这个老人家 真的很频繁 他以前是一个运钞车的司机 对然后开运钞车 他这三十年了 他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仿式 就是慈善 他辅导过的无数歌 我们拍到了其中一位 一个小女孩 他叫蔡静天这样子 对我们开始拍他的时候 蔡静天高三 他已经陪了这个小女孩十年了 他陪他十年 然后因为他们家 曾经穷到米缸 是没有米的 对你也想象说 我们不是活在同一个时代吗 什么叫米缸 没有米 我不太了解 这是什么情况 因为我们生活 我就真的没有匮乏过 对 我们真的在一个太富裕的时代 但是就变成我们的心灵很匮乏 对但是你知道 活在同一个时代 同样的台湾 他们曾经穷到米缸 没有米这样子 所以当时石中石姐去 是及时雨 让他们有饭吃 因为当时他们的父亲 往生了 陪这个小孩十年 一个那么穷的家庭 对就是穷 那时候我有一次看到静天 我说你牙齿这门牙 怎么有一颗点白白的 是怎么 他说我小时候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 他让他牙齿 我小时候营养不良 对大概是这样 我想说我们自己有孩子吗 营养不良这件事情 好像蛮遥远的 好笑 那不是非洲吗 那不是非洲 怎么会发生的事情 是不是在台湾 对然后石中石姐 陪这个家庭 陪十年 你知道今年这个小女孩 这么穷的家 你看今年好像台大 哎呦我的天啊 我真的起鸡皮疙瘩 你知道 我就是一路陪 一路陪 然后给他资源 给他鼓励 陪伴他的母亲 这样子 你就看到孩子 一代就要翻身 背后是这么多的贵人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我们拍到很棒 是两线的角质 陪孩子 陪十年 孩子开始要展开他 美妙 美妙的人生 灿烂璀璀的人生 然后开始要书写 他自己非常精彩的 生命故事 然后师兄的人生 走到了终点 对 但我觉得 但我觉得很棒的是 这个生命是不会结束的 你知道吗 就是你带来的那种温暖 带来的资料 你会看到在别人的身上 继续发光发亮 所以你说 你这样去看的时候 没有生老病死这件事情 对 这个只是一个肉体的消失 但他精神永存 就在另外一个孩子身上 开始继续发光发 我就拍到这个故事 我就觉得 又是老天给的礼物 你知道你每次拍 这些人物 你就会觉得 这是老天赐给我的 不是我找到 我没有很厉害 对 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可能我们很用心 很想要 很用心 对 就出现了这么棒的故事 我们把它 把它拍下来 这样子 对 我拍到最后一幕是 这位师兄 我们叫他于慧熊 跟他太太去海边 对 因为那时候 我就一直幻想着 想要让他们去海边 因为他们以前 都会去海边捡石头 一脉 然后就拍到了 两夫妻 坐在海边的一个背影 最后做成了海报 对 然后这一幕真的觉得 你知道大自然 其实是很疗愈的 海浪来了 会再退吗 人生就是生老病死 这是对 宇宙真理 人之常情 对 然后他们就是这样子 很坚定的 维持着 就是他抓到了一个信念 他持续做了三十年 对 然后走向生命的终点 没有遗憾 对啊 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我就觉得 哇 对我 很大的启发 我相信 透过你刚刚说 我自己都觉得 我有很大的感动 然后 也再一次 就是 你刚刚提到一个 就是 大自然 其实它很疗愈 我觉得我们现代人 是不是就是因为 离自然太远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 做一个很自然的人 你理解吗 是啊 因为我们 每天的生活 都是在奢侈品里头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 奢侈品的概念 我曾经听过有一个定义是说 我们目前生活中所有的人造品 全部都是奢侈品 我们讲嘛 叫一个自然人 你生存下来 可能我们很多的东西 能够遮风挡雨 能够饱足 然后人跟人之间 能够很愉快地交流 然后 这样子就够了 其实它就是一个知足的状态 可是就是因为 我们的所求很多 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东西 来支撑 好像我们这样才叫做一个生活 所以有曾经这个定义 我用这个定义再来反看 您刚刚所说的时候 我就觉得 呀我们是不是 我刚才想为什么要叫如常 对 其实我刚刚有提到 能够如常地让自己生活在 这种自然的状态里头 把我们的心一直回到 跟自然能够贴近的时候 就像我们您纪录片的 这个《学兄时节》 他们如常地只是 三十年如一日 在做一件他们觉得 应该做的事情 然后他们生活如常地就这样 我原来的想象是这样 是这样啊 是这样子 对就是 其实我就说 他走在路上 你都不会多看他一眼 对他一点都不特别 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棒 我就说这一群 二三年级的这一群 我们现在已经成为老人家的 对他们 可能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 有那么多的选项 对或者是刚刚嘉欣姐讲的 就是啊我们生活要追求 什么要出国旅行啦 什么要自我实践啦 或是我们要赚多少钱啦 我们小孩要念什么学校啦 对在他们那种 很匮乏的年代 其实他没有太多的选项 对但我觉得人的心里面 其实都有一把尺 他会觉得 应该说人都在寻找生命的意义 这个是人性的基本 人性一定有 基本需求 是人性的基本需求 是在寻找生命的意义 那在他们那个 没有太多选择的年代 他们遇到上人 遇到慈悸 哇他可能 我觉得他像抓到一个 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方向 然后他他可以不问 不太问为什么的 做他三十年 那个力度啊 跟我们是 我跟我是不能比的 就那个力度是非常惊人的 但是但是他 但是他是用最如常的方法 点点滴滴天天 对积累出来的力量才吓人 他不间断嘛 好我想待会我们休息一下 然后请这个 自然再跟我们分享 因为有关于纪录片 有关于如常 是有关于这本书 有很多的讯息 真的很希望能够 跟更多的家人来分享 大家早安 我是谢家勋 平时收听的是 每周六个早上七点到八点 进行的 用心深呼吸 我们人生 到底每一天 我们做的什么 是最 还是好 最好 都是在 是一种 不断 的 自然 为先 当年 他在当年 对着 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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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离开 这一步 不离开 这一步 恶 不 不 如 亚 水 行 哪 或是像我们一个人 驾在头上 你怎么走 那个影子就是自己担着 我们所做一切的动作 好 这些是恶 也就是同样 对着我们来去 这些是生生世世 所以我们听着说 我们担着过去 那分压力来 不过现在 这个压力的现前是什么 我们现在在这习惊 就要用真正的欢喜去接受 甚至也要真正感觉去接受 因为 这是过去 做俗 现在呢 就是要感觉做修 如果有这种心理 不管 我们今生出世 在着什么样的境界 我们就可以安然主宰 我们现在所做一切一动作 就是在未来世 在今生 好好带一步 看一春 就是有过去的 完成 这种 在这四人 在跟我们接着 我们会终于 向我们来生的福音 所以 在我们未来 来生的福音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 正言法师的人生智慧语 我们怎么样磨掉习气 来囤积来生佛 我觉得这也跟如常一样 我们都很想说 是我今天一个忏悔 或者我今天怎么样 我就全部都 其实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修行 他就是要把每一件事情 就是如常的 每天做实实地做 然后不断做 我觉得好像这才是 一个修行的一个争议 就像上人讲的 我们每天跟生活 在这个时空里面 那过去现在跟未来 那此刻我们能做的就是 过去我们曾经做过什么 我们是不是愿意 借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然后来甘愿受 然后未来能够多做 一些对于自己跟别人 都有好的事情 那我觉得 其实这样子就是来替自己 累积一些福德 但是还有一个重点 一定要每天 时时不断做 佳云姐这说的是非常好 如常 因为人特别健忘 习气也特别重 今天做了明天就忘了 而且跟拍 而且跟拍纪录片一样 没办法速成的 所以您刚说那个 时时刻刻天天日日 这个我自己最近也非常有体会 真的 对 真的很重要 对 所以是不是在最后 也麻烦导演 就跟我们分享 假如说很多听众朋友 您听了意犹未尽 或者是说 听到刚刚我们导演 对于这个整个 如常纪录片的一个描述 甚至他书里面 跟我们分享的一些 他从事这个 就是比较长度的 这种纪录片的 一些心得跟方法 让我们能够 对于我们的生活 跟人生有不同的看法 您真的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样 有更多的一些学习 当然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 就是因为最近 我写了一本书 叫一双纪录片的眼睛 对 然后对 虽然好像看起来是 纪录片工作者 才可以看的 但真的 真心跟大家说 真的不是 这本书非常非常的易读 然后对 像我请我女儿看 他在二十十九 二十岁这样子 他大概花两下 你女儿都二十岁了 对不起 我认识蛮久的 对对 就是他两个小时就看完了 对 他其实大部分谈的 都是一些 从一个导演的角度 来去看看 看看人生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谁都可以读 对 然后里面也有很多的方法 对 从里面 我觉得做纪录片 不做纪录片都可以读 然后但我觉得更棒的 还是影片 对 就是影片 其实我觉得这个 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好 对 他尤其是纪录片 他没有太多 要告诉你什么 对 对 就是那个体会 会跟你自己的生命经验 做交流 最后每个人得出来的看法 其实都不会一样 然后我几次听到 一些观众给我的回馈 有时候我去看那些观众 你知道以前 大家看纪录片 好像是文青 才会做的事情 或者是很多人会觉得 有纪录片 还有人跟我说 纪录片比恐怖片 还要恐怖啊 就很难看的意思吗 对 有的是很难看 那有的恐怖是说 太写实了 太进入那个 对 太写实了 所以恐怖片 你还知道他是演的 纪录片就是真的啊 所以就有人说 纪录片比恐怖片 还要恐怖 其实我感觉就有点像 其实观看纪录片 其实有时候 也是蛮轻辱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我选择来 看一个影片的时候 我还可以当旁观者 可是纪录片就硬把你 拉成了 说得真的很好 不是在旁边观看的人 因为已经达到了 那个心里面 对 但是我后来才发现 像 有时候我看到 我的观众是 五六十岁的一群 对 我称他 对我来说 他们是阿姨 阿姨 大姐姐 姐姐 哇 你看他也许 他平常 他绝对不会去看纪录片 但是他给我的那个回馈 哇 真的叫做高明的观众 他跟我讨论什么 他跟我讨论结构 那我导演你怎么开始 你中间怎么样 然后你怎么结束 对 我好厉害 对 然后还有人 他就告诉我说 哇 我看了这部片以后 我突然对于我 接下来开始要的 展开的退休生活 我为了有了一个 全新的方向 这样子 我听完我都觉得 非常非常感动 对 就是说 纪录片拍完 诠释权就已经离开 我们的手了 离开导演的手了 纪录片拍完 接下来诠释他的人是观众 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每个观众在诠释的时候 都混杂着他 自己过去的所有经历 对对对 然后得出他自己 全新的看法 对 然后每个人生活都会不一样 但我相信 大家只要愿意 走进戏院 然后不建议买爆米花 建议带条手吧 对 然后就是安安静静的看 这样子 绝对不会睡着 也不会很枯燥 然后我相信 一定会有一些收获和感动 可以带回家 这样子 所以欢迎大家 六二八走进戏院 看纪录片《如常》 你知道吗 我在想 如常 把它翻过来叫常如 我们常常希望自己很如意 那我们愿意甘于如常 我在想的时候 我发现 可能 或许导演也觉得 当时他也是 只是 但是我不晓得 我在看那张海报的时候 又想 为什么叫乳常 那刚刚理解 然后 我又 刚刚就在想 说 把它翻过来的话 叫常如 我们不是常常希望 事事如意吗 那 要先问自己 我们愿不愿意 在如常的生活里面 过好我们每天的生活 点点的 真的 今天真的很开心 那个 既然到我们节目 再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然后 让我相信很多的家人 都是听完之后 大开眼界 这个也是 我想是导演他的一个期待 真的 那我自己觉得受益匪浅 那这边最后我在想 可能现在大家都很习惯 用影片 影像 图片 来做我们生活的记录 应该这么说 那回到 假如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 人生的导演 那希望借由今天 我觉得 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去了解 关于人生看的方法 这是沾这本书 一双纪录片的眼睛 在他的书衣里面的 我自己一看的时候 我们还是 会有那种知识 觉得说 它是一个观看人生的方法 还不对 是人生看的方法 我会发现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件事情 假如我们能够改变看的方法 我们可能正会发现 不同的人生宽度 跟人生的深度 那我们真的会在里面 找到力量 然后让自己真的能够成为 自己的导演 为自己书写一篇 属于您自己 最丰富的人生剧本 那同时呈现 最棒的 你的生命记录 今天正在一次 感恩志安来到节目之中 感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